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agree agree 动词表示同意的意思 这个单词中音节在第二个音节 gree agree 这个单词呢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一下 拆成 green green这个单词表示绿色的 那在green前面加上a 然后把后面的e给去掉 就是同意的意思 就是green的意思 好,green表示绿色的 绿色的 a看成是e 对吧 一条绿色通道 绿色的绿色通道 一条绿色通道就表示同意放行的意思 比如你要去 你要做什么事 别人给你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那这样就表示 你做这个事就比较容易 别人给你放行 同意了 好,我们看一下agree 具体的用法 agree with 表示同意某事 agree with something my mom agreed with my idea 我妈妈同意了我的想法 agree to 表示同意干嘛 后面 接动词原型 agree to do something 表示同意做什么 my brother agreed to go fishing with me 我哥哥同意 跟我去钓鱼 好,我们看下个单词 接着看这个单词 alcohol alcohol 名词表示酒精 酒或者是以纯的意思 中音节的第一个音节 alcohol alcohol 好,alcohol这个单词啊 在这个古代中东妇女啊 是用来这个画眼影的这种 T粉啊 他们是用来画眼影的这种T粉 那长久以来呢 这个阿拉伯 波斯 以及新疆等地的妇女 就是已经 发现这种T粉 是一种极好的 这种化妆品 这种用来画眼影的这种T粉 在这个阿拉伯语中叫做 这个 其中的al 就是英语中的定观词 英语中的定观词 相当于英语中的v 定观词 那英语单词alcohol 就源自于这个单词 阿拉伯语啊 他原本表示粉末状的发装品 17世纪啊 这个词意扩大为这个物品的精华 提炼或者是提纯的结果 那在18世纪后 人们用alcohol of wine 表示酒的精华 来表示这个酒精 后来呢 就直接用alcohol 一词来表示酒精 这个阿拉伯语中表示 T粉的这个单词啊 后来呢 通过其他途径也进入了英语 演变成英语单词啊 这个 依然保持它的原语 表示盐饮粉啊 盐饮粉 那这个单词alcohol 这个单词具体怎么用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al al al可以看成是o 表示所有的意思啊 c-o-h-o-c-o-h-o-c-o-h-o 表示啊 它的发音是coho 我们可以把它啊 看成是可喝的对吧 可喝的东西 l啊 所有的酒都可喝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方式 具体的用法 drink alcohol 表示饮酒 he never drinks alcohol 他从来不饮酒 abuse alcohol 表示 训酒的意思 表示训酒的意思 most drinkers do not abuse alcohol at all 很多这种喝酒的人啊 其实他并不训酒啊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第三个单词 arrive arrive 动词表示到达的意思 这个单词 中音节在第一个音节 中音节在第二个音节 arrive arrive 好 这个单词是由ar 这个前缀加上riv 这个词根 加上e后缀所构成的 ar前缀表示朝什么方向 朝什么方向 那他就等于 at at 也就等于ap 表示朝什么方向的意思 这个前缀表示朝什么方向 那riv 就等于river 河流 这个词根啊 表示river 河流的意思 1呢 是动词 或者是名字后缀 为什么这个单词 跟河流有关 在这个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候 公路是很少 几乎没有什么公路啊 所以天然形成的这种河流 即大洋是非常重要的交通途径 那英语单词 arrive 就与古代的水运方式有关 它是指 本意是指 朝向这种 河岸边的这种方向 表示 靠近河岸 啊 靠近河岸 就表示到达了啊 到达目的地啊 古代用这种水运的方式来进行啊 这个通勤 所以呢 他跟river有关啊 跟river有关 riv就等于river 这个词根啊 riv就等于river 好 我们看一下arive具体的用法 首先最常用的就是 arive in和arive at 这两个单词的区别啊 arive in后面是加大地点 比方说啊 到达某个城市 到达某个省 到达某个国家 就用arive in I arrived in Beijing yesterday 我昨天到达北京 arive at 也表示到达的意思 但是他后面加的是小地点 比如车站 某个啊 商场 对吧 这种小地方 就可以用arive at 比方说 he arrived at a station at eight o'clock 他八点钟到达了这个车站 好的 我们看下个单词 我们接着看 august august 名词指的是八月 这个单词 中英节在第一个英节 august 好 这个单词呢 是由aug aug 这个词根 加上ust 这个后织所构成的 这个august 其实跟这个罗马神话有关哈 这个罗马这个神话中有一个叫乌大维的啊 这个人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元首这个政治的创始人 他本是凯撒大帝的这个外申 啊 后来呢 被这个凯撒收为养子 并指定为这个继承人 凯撒遇刺身亡后啊 他开始走上政治的舞台 结束了罗马国内的多年内战 统治罗马四十多年 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繁荣的这种发展时期 公元前27 27年8月 这个罗马元老院授予他 这个啊 称号 叫什么 august 这个意思 是表示这个至尊的意思啊 表示至尊的意思 封了他这个至尊称号 词这个词根啊 aug 就表示增大的意思啊 就表示增大的意思 ust就等于est啊 原因字母替换 原因字母u和1进行替换啊 表示罪什么什么 us是这个名词的后缀啊 所以这个单词呢 在字面意思就表示最伟大的人 那公元14年乌大为去世 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 也列入这个神的行列 因为他是在这个八月被授予这个 啊 宗号的 所以呢 元老院决定用这个单词来命名八月 并将这个八月的天数增加一天 三十一天啊 三十一天 使他与这个凯撒平起平坐 所以现在这个八月和七月都是三十一天 那英语中的这august就来自于乌大为的这个综号 乌大为是最后一个名字出现在月份名称中的凡人啊 据说他当当他的这个继承人提比列继位时 有人为了拍马屁提议 效仿前人 用提比列的这个名字来命名月份 结果呢 被这个提比列给拒绝了 提比列说一年一共只有十二个月 要是都用皇帝的名字来命名呢 那将来第十三个皇帝咋办呢 因此后来再无人用这个凡人的名字来命名月份 好 我们现在只是讲了这个八月啊 其实这个一月到八月都是有一个神话故事对应的 后面我们遇到再讲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个单词 这个单词boat名词表示小船的意思 名词表示小船的意思 boat 中音节的第一个音节 boat 好 这个这个词啊 比较简单啊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读音的方式记住他 boat bo的boat at at boat 对吧 连在一起 原因 原因放在一起 只发一个对吧 boat 好 get into 或者get onto get on boat 都表示上船的意思啊 表示登船上船的意思 登船上船的意思 get off get out of boat 表示下船的意思 这单词比较简单啊 好 我们看下个单词 breakfast breakfast 表示早餐的意思 breakfast 好 这个单词中音节的第一个音节 breakfast 这个单词呢 是其实是合成词啊 它是由break 加上fast 这个单词所构成的 break 这个单词就表示打破的意思 打破的意思 fast 表示摘戒 啊 表示摘戒的意思 这个 为什么这个摘戒 跟这个早餐有关啊 因为在这个 啊 之前啊 有很多人相信 这个短暂的这种 进食 有益于身体健康 因此呢 很多宗教啊 以及地方习俗中 都有这个摘戒的做法 即在某段时期 减少或者停止饮食 摘戒在音语中 就是fast 啊 这个单词 摘戒期结束后 吃的第一餐就叫做breakfast 就是打破斋戒 啊 打破斋戒 那这个字面的意思 就是中止 中止 或者是打破斋戒嘛 由于这一餐 通常是在早晨吃的 所以后来breakfast 就变成了早餐的意思 啊 所以后来 在英语中 一直将这个breakfast 作为早餐用 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合成词 break加上fast 好 我们看下个单词 camera camera 名词表示照相机 啊 camera 名词表示照相机 摄像机的意思 中音节在第一个音节 camera camera 好 这个单词呢 是由 啊 可以把拆分成这个ca 加上me 加上ra 啊 三部分 这个单词其实是拉丁语的缩写啊 拉丁语的缩写 这两个词的缩写 那其中camera就等于room啊 房间的意思 这个单词呢 就等于dark表示黑暗的合起来就是暗示黑暗的房间暗示的意思 拉丁语中这两个词的原本指的是一种光学仪器 由小盒子和零近组成的啊 零近就组成的 用于研究小孔成像等光学问题 科学家开普勒最早使用这个术语啊 18世纪初光学照相机问世后 由于它很像一个这个啊 拉丁语的这个单词 所以人们也将它称之为 camera 啊 后来呢 当照相机流行后 就简称了 对吧 简称camera 好 这个单词呢 具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读音机啊 通过读音机 camera camera对吧 三个音节 非常好记啊 camera 啊 这个单词也可以把它记成me 啊 我的意思 对不对 啊 digital cameras 表示数码相机 off cameras 表示未上镜头 the incident occurred off camera 这等于啊 was not filmed 表示事故没有被拍摄下来 没有被录上去 对吧 好 on camera 表示用摄像机拍摄 the moment was caught on camera 啊 这个动作啊 被这摄像机给拍摄下来了 好 我们看下个单词 capital capital 名词表示首都大写字母 或者是资本的意思啊 做形容词讲表示重要的 这个单词中音节的第一个音节 capital capital 这个单词是由capt 词根 加上al 后缀所作成的 cap cipit capit 啊 还有一个 capit 啊 就等于head 表示头的意思 它是来自于拉丁啊 表示头的意思 al 名词和形容词后缀 名词和形容词后缀 什么叫首都呢 首都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一个 最领先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 对吧 所以表示首都嘛 啊 还有大写字母 大写字母其实就是一个单词的首字母 大写嘛 对吧 资本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 对不对 啊 所以跟头有关啊 表示重要的 头也是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部分 对不对 头也是人的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他跟头有关啊 al 形容词和名词后缀 好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用法 in capitals 表示以大写的形式 please write in capitals 表示以大写的形式写啊 capital investment 表示资本投资 provincial capital capital 表示省会 一个省的首要的城市 表示省会 好 我们看下个单词 好 这个单词catch catch表示动词 抓捕获 赶上 或者是染上的意思啊 catch这个单 这个单词呢 它的词语非常多啊 非常多 我们先记几个常用的 后面再慢慢扩展 好 这个单词呢 也是由cat这个词根 加上cach后缀所过程的 cat cap capt 刚刚讲过 对吧 capt ceiv ceip ceup 都是扩展 同样的啊 都是扩展 表示拿的意思啊 表示拿或者是抓住的意思 表示拿抓住握住的意思 也是来自于拉丁语 这个词根啊 ceive 作为这个动词后缀用啊 作为动词后缀用 敢抓 捕 捕获 就是拿的意思嘛 对吧 好 第二种方式 我们怎么记住它 ceive 就是cat 对吧 猫 对不对 猫 ceive 表示吃 加上i 不就是吃的平衡吗 猫 抓老鼠吃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记住它 好 我们看一下常用的这个句型 catch up with something 表示迎头赶上 或者是处罚 说到处罚 you go first and I'll catch up with you 你先走 我会赶 我然后会赶上你 对吧 我会赶上你 catch up with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啊 表示赶上 好 第二种用法 catch a cold catch a cold 表示换感冒 if you don't wipe up water on your body you'll catch up with a cold 如果不把你身上的水 擦干净 你就会 啊 换感冒 好的 我们看下个单词 好 这个单词 duck duck 名词表示鸭子的意思 这个单词比较好记 啊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 这个读音的方式记 du du ch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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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 常用的 picking duck 表示北京烤鸭 啊 北京烤鸭 wild duck 表示一只野鸭 duck ex 表示鸭蛋 啊 这个单词比较简单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我们看下个单词 enjoy enjoy 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 表示欣赏 享受的意思 中音节 在第二个音节 joy enjoy enjoy 这个单词呢 是由 en这个前缀 加上 goy 这个单词 所构成的 em en 啊 就表示 进 进入 向内的意思 进入向内的意思 啊 来自古法语 en 对吧 啊 字母 在字母bmp前面拼写 同化为em啊 em 好 joy 名词啊 表示欢喜 乐视 或者是高兴的意思 什么叫欣赏 享受呢 欣赏是不是 在你这个啊 内心啊 或者是对你产生某种印象 对吧 对这个事 你于之高兴 才会去欣赏它 享受同样的 你喜欢的东西 你才会享受 不然的话 怎么就是一种折磨 所以表示 进入你的心里面去啊 使你给你产生一种乐视 让你成为 让你啊 使得使你高兴 对吧 所以表示欣赏 享受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具体用法 enjoy something 表示欣赏 或者享受某事 we enjoyed our time in New York 我们很这个享受 在纽约的这段时间 enjoy doing something 表示享受做某事 或者是啊 心想做某事 I enjoy playing tennis and chess 我很享受打这个桌球和下相机 对吧 好 我们看下个单词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单词 invite invite 动词表示邀请招待的意思 中英节的第二个英节 wite invite 好 这个单词是用in这个前缀 加上vit 词根加上e后缀所构成的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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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表示在内进入或者使什么 这个前缀 vit 这个词根表示追求或者是啃求的意思 e是动词或者名词后缀 什么叫邀请 邀请就是往请到家里面来 对吧 请进来 所以表示邀请嘛 往进 啃求 追求 啃求 好 它的名词形式 invitation invitation 加上 在这个e去掉加上atlon 对吧 e去掉加上atlon 表示名词 邀请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下 invite这个单词 动 这个具体的用法 invit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表示邀请 做邀请参加什么 have you been invited to their party 你被邀请到去他们的这个 party了吗 invite somebody 表示邀请谋人 the company invited a few employees yesterday 这个公司啊 昨天邀请了一些员工 对吧 好 invit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表示因什么什么而邀请谋人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invited for interview next week 这个成功的候选人呢 将会邀请参加这个面试 在下个头 对吧 好我们看下个单词 这个love love 动词或者名词表示爱 动词和名词都表示爱的意思 好love这个单词非常简单 小学生都会的 好这个单词可以通过love lo加上ve这种方式拆分成计 它的发音love love对吧 love好 in love表示恋爱中热恋中 they are very much in love 他们处在热恋中 love between love between 好就是表示什么什么之间的爱 就是表示什么什么之间的爱 比方说the love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 好我们看下个单词 month 这个单词名词可是月份 也比较简单 month 好这个单词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发音的方式 mon month 叫th month 好 这个单词呢 比较简单啊 我们看一下常用了 last month表示上个月 next month表示下个月 好我们看下个单词 travel travel 动词或者名词表示旅行的意思 表示旅行 这个单词呢 中音节在第一个音节 travel 这个单词可以通过这个发音的方式计 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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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 travel travel 好 这个单词可以与这个trip 一起计啊 trip也表示旅行的意思啊 它表达是表达的是短途旅行啊 travel 形容的意思就是在这个 啊旅行的途中所经历的事啊 比方说想要表达这个路程的艰辛 对吧 比方说你从家到公司去也可以算是一个travel 对吧 表示这个路程的艰辛 转转车对吧 啊这样子转几趟车才到达的 所以可以用这个travel 好 trip呢就是一个短途旅行啊 短途旅行 这个travel单词啊 表示旅行啊 他和这个艰辛劳动 分娩之苦 单词 travel 啊 拼写十分近似啊 实际上呢 他们啊 都是同源词啊 同一个 同一个 根啊 同一个词根 拥有相同的初始意义 表示受苦 辛苦劳作的意思 在这个中世纪时交通很不发达 因此呢 长途旅行是一件非常令人痛苦且危险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单词travel的词源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所以表示艰辛啊 劳作 艰辛劳作 对吧 形容这个路上的艰辛 好 我们看一下具体用法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表示环游世界 travel light 表示轻装旅行 I like to travel light 我喜欢轻装旅行 意思就是不想带很多东西啊 就拧个包就走的这种 go traveling 表示去旅行 I went traveling for six months 啊 我这个去了一趟六个月的旅行 went是go的过去式啊 go的过去式 好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typical typical 形容词表示典型的特有的 typical 中音节在第一个音节 typical typical 好 这个单词呢 是由type变化而来的 type名词表示类型的意思 它是由type 加上icl 啊 变化而来的 因为type 它有一个原因字母对吧 原因字母 AELU 五个原因字母 是可以 它这里面呢 又有一个原因字母 啊 两个不 不 年音字母 要进行这个省略啊 不能放在一起 要进行省略方便发音 对吧 所以把这个E省略掉 然后加上icl 所以变成typical 发音进行改变 icl 表示形容词后缀 啊 它是两 其实是两个 两个词锐所构成的 ic加上al ic和al 都表示形容词后缀 啊 我们看具体的用法 typical是形容词啊 它可以形容 人或者物 大家都可以 typical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表示典型的人 或者是物 this meal is typical of local cookery 啊 这个食物啊 就是典型的当地的特色 对吧 当当地的这个食物 好 我们看这个下个单词 visit visit 表示参观拜访的意思 动词 中音节在第一个音节 visit visit 好 这个单词是由vis 词根 加上it 这个词根 所构成的 双词根的单词啊 我们后面会陆续看到 双词根的 visvid hist view 就等于c的意思 这些词根啊 都是一样 都是遍体啊 hrst v v 当做动 当做单词讲 它就表示 视野或者景观的意思 对吧 啊 当做词根来讲 它就用c看的意思 hist 啊 也 比方说history 这个单词啊 它就是一个hist 这个词根做构成的啊 也表示看的意思 visvid 一样的哈 表示看 好 it 表示走啊 it表示走啊 it表示走 这个词根表示走 比方说 exist exist 出口 ex前缀是表示想外的意思 it走 想外走的地方 所以表示出口 啊 vis 这个词根 还有这个vision 表示视野这个单词 也是由vis 所 词根所构成的 加上ion后缀啊 名字后缀所构成的啊 所以表示参观 或者拜访某人 或者某物 my parents are coming to visit me next week 我父母下个周要来啊 要来看我 对吧 要来看我 好 我们看下个单词 weather weather 名词表示天气的意思 中音节在地音节 weather weather 好 这个单词呢 啊不太好记啊 我们可以拆分成we 我们对吧 eat 吃对吧 her 他的啊 我们吃他的什么呢 天气炎热 我们吃他家的雪糕 结束对吧 我们可以通知这个小故事来记住他 天气炎热 我们来吃他家的雪糕 结束 好 最常用的good or bad weather 好天气或者是坏天气 we don't always have good weather here 我们这里啊不经常有好天气 好 我们看下个单词 week week 名词表示星期周的意思啊 中音节在地音节 week 好 这个单词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通过读音的方式记住啊 可以两种读法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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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we we 組 se dream Everywhere we 代 reading tios 或者in the week表示在一星期内 一周内 I finished the task during the week 我在一星期内完成这个任务 好,我们看下个单词 wine表示酒 名词表示葡萄酒的意思 这个单词也比较简单 wine 中文一节在第一个一节 它是由vin这个词根加上e后缀所构成的 vin这个词根表示葡萄 或者是葡萄酒的意思 来源于拉电语 e是动词或者名词后缀 与这个单词 vinus 酒的同源 酒的 这单词表示 酒的 vinus 酒的 它就是vin 这个词根 vin win 一样的 它是辅音字母亲替换 w和v是辅音字母亲替换 表示酒的 好 我们看具体的这个 wine的用法 a glass or a bottle of wine 一杯酒 或者是一瓶酒 好 这单元的这个单词先讲这 然后我们看这个练习